我終於解封了 今天是隔離的解封日 然後我的 因為昨天去檢查最後一次嘛 結果出來的超慢 所以還有我現在才可以出門 今天的餐廳 阿嬤 六周年快樂 阿嬤 今天好 遠遠的 待會兒 讓我吃到 今天阿泉的他們圖的人在這裡聚餐 我剛剛去幫他去敬酒了 這裡這裡 表演 飯的天醬雞蛋 這是生牛肉 這是送我們的生牛肉 生牛肉 還不錯 臉好紅嗎 後面這邊就是阿泉的祝月份 六磚很快樂 現在是大家期待很久的Q&A時間 然後這次我在Instagram問大家有什麼想問我們的問題 真的超級多人問我 就是超級多 看得到嗎 超級多 然後Youtube也有問 然後大概有100多的問題 然後我大概收集 就是整理了一下幾個 大家比較多 問比較多的問題 大概有15個 那就找了阿泉一起來 回答 那首先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怎麼認識的 怎麼變成情侶的 那我們是在台灣認識的 然後那時候阿泉是去台灣當交換人 2015年 對 2015年然後他是去當交換學生 然後朋友介紹他給我認識之後 反正就是這樣子認識了 所以我們是在台灣認識的 然後也有一些問題是問說 阿哲有沒有去過台灣 當然有 之前也有去出差什麼 然後也在那邊念過書嘛 然後還有人問說 阿哲不會想學中文嗎 你不會想學中文嗎 想學中文 已經會講 對 他已經會講 他已經會說中文了 他本來就是在韓國有學過中文 然後又去台灣半年 怎麼變情侶的 反正就是我們去看了一場電影 然後 他就先跟我表白 好 本來就是這樣子 看了電影 我還超級懂 我看的是那個什麼 GOLALA 喔對對對 GOLALA GO GOLALA GO 那個楊成林演的那一部 不是楊成林啦 林一成 跟 陳柏林 對 然後他看完之後 陳柏林夫在裡面說 什麼 當我女朋友好不好那一句 他就 是 他就 答應我 這種 喔 他就學那句台詞 然後在 公園裡 對 反正就是這樣子 變成情侶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有遠距離過嗎 怎麼維持的 有 大概半年 大概半年 2006年 對 就是 在一起 兩個月 之後 他就要回韓國了 對啊 大概半年 然後那半年期間 我每個月都是我 飛來韓國找他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是上班族了 然後他還是學生 所以每個月 每個月 我都飛 來韓國 然後找他 所以就是這樣子維持 半年 然後我就 來韓國了 好 第三個 畢竟是不同國家的人 怎麼磨合 我們有沒有文化差異 還有我們是怎麼溝通的 有沒有文化差異 我覺得沒有特別的 嗯 沒有 有吧 沒有什麼差異吧 文化差異 一開始他的個人的意見 會比較強勢 但是台灣女生就是比較強勢嘛 就是我們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我們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後來也是 你不記得嗎 一開始他的個人想法很強 但是 慢慢的被我 變成我的個人想法很強 那我有什麼文化差異 就是 韓國人很快快快 我也很快啊 速度很快 百里百里 嗯 嗯 然後呢 我很慢嗎 比韓國人慢吧 就是他們 他就是很愛 催人 但是我就比較喜歡 比較就是 就也不用這麼趕啊 不知道為什麼他要一直這麼急 這就是我們的文化差異 然後 怎麼磨合的 就是吵架就好了 吵一吵然後再講開就好了 嗯 然後我們是怎麼溝通的 嗯 就像現在大家看到的一樣 我們一開始溝通的話是 中文吧 因為一開始韓文不是很好 然後後來現在幾乎就是 中文韓文就是 混在一起說 然後有可能就是我講中文 他回我韓文 這樣子 自己便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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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的 對 就是自己熟悉的語言 就是我 我講中文方便的話 我就講中文 然後 他回我韓文這樣 反正聽得懂就好了 好 第四個 阿哲為什麼聽得懂中文 PASS PASS 剛剛回答過了 第五個 年紀差幾歲呢 大家覺得呢 我大阿哲一歲 看不出來吧 雖然看起來我比較年輕對不對 對 第六 因為阿哲 來韓國工作的嗎 對 沒有啦 其實一開始我就蠻想 我那時候已經出社會 兩三年吧 然後就剛好有一點 呃 撞牆期 就是覺得 還想要再 多看看多走走 所以本來就想要去出國 一陣子 然後剛好就是 交往之後就來韓國了 沒想到就在韓國 待了這麼久 那就是自然而然的在這裡念書 然後 也就自然而然的就業了 第七個 彼此的 三個魅力 我的第一個魅力是什麼 很善良 善良 哪個部分很善良 很善良 每秒 每分 每分每秒 哈哈 阿哲的魅力就是 很聰明 你也是 很官方耶 很聰明 就是很聰明 就是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東西 對 因為我也覺得 我就是比較 不服輸的人 可是就是 阿哲可能就是會有一些 當然我 有一些他 我知道的東西他也不知道 可是我覺得情侶之間就是要 互相覺得對方有 有 厲害的地方 或是可以崇拜 或是尊敬的地方 才可以長久 就這樣 好下一個 阿哲 對我追星 會不會覺得 生氣 會討論BTS嗎 你會不會生氣我喜歡BTS 不是 注注你啊 一開始他不能接受 因為我人生第一次追星 我是2019年才喜歡的 然後在2019年以前我都沒有追過星 然後有一天突然 我就喜歡BTS 然後他就覺得我好像生病了 不是不是不是 是 就是無法理解的 無法理解 但是現在 現在現在現在 現在可以理解了 現在不是理解 就是 就是 接受了 尊重尊重 尊重您的愛好 好的 第十 會想結婚嗎 結婚之後會想定居在台灣還是韓國 不知道 要 要看看 那時候的情況吧 嗯 現在 我在考慮 搬去台灣 但是 現在 沒辦法 我想回台灣 對 我也是 好 那會想結婚嗎 嗯 阿哲很想 應該吧 阿哲很想 我 還 我還在 比我 更多想 下一個 兩個人如果意見不同的時候怎麼解決 跟 別人都一樣吧 吵架 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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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聽 對方的 話 對 可能 但是會先吵架啊 會先 大聲 大聲之後才會溝通 但是 對 解決得蠻快的 不會就是說生氣很久 但是就是有問題的時候會一起講出來解決 就是 我覺得年紀大了之後就比較不會像以前那樣 年紀小的時候什麼 吵一吵然後就 都不溝通 就是如果吵架的話 意見不同就是還是要溝通才可以解決問題嘛 對 我們都是這樣解決的 先聽 他的 大聲 然後 調整嗎 什麼聽我的大聲 教我網中彼此的地雷 什麼意思 不是 我上面 沒有 我不知道 沒有 好吧 我也沒有 沒有 支持我拍YouTube嗎 嗯 支持 所以我出來了 好 支持 第14 阿哲中文很好嗎 還好 還好 可是我覺得溝通就好了 嗯 就是 一開始還不錯 一開始中文還可以 畢竟要在台灣生存嘛 可是當我韓文越來越好之後 他的中文就變不好了 對不對 但是 還蠻好的啦 就是我身邊的台灣朋友就是都覺得他中文很好 十五 如何維持感情 然後六年來因為對方改變了什麼習慣 就是 之前像剛剛一直提到的就是要溝通多公通 我覺得就是多磨合吧 就是了解對方的想法之後可能就是比較可以交往比較久嘛 就是這樣嗎 對 我不知道 你覺得咧 終於不活了 那六年來有因為對方改變什麼習慣嗎 你有因為我改變什麼習慣嗎 我有啊 我覺得我個性變很好耶 蛤 什麼 我覺得我個性變很好 嗯 沒有嗎 有嗎 有嗎 好的 所以就是六年來因為我就是變得很變得比較容易忍耐 還有什麼問題 沒了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超級多問題 可是可能就是沒有辦法一次都回答吧 因為有一些可能只是針對問我的 然後有一些是我們覺得有點太私人了可能將來 那這次情侶Q&A就到這邊結束 還有什麼問題你覺得很想回答的嗎 蛤 有一個 阿哲個性感覺有點悶還是害羞 相處的時候一定是我的話比較多吧 沒有 阿哲只是鏡頭前話少而已 私底下他的話超級多的 不是 是 阿哲不是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 我不想打擾你的YouTube啊 嗯 我本來我的個性你知道吧 很吵 阿不是 然後我是ESTPR 大家不知道這個 大家知道MBTI嗎 如果有興趣的話我之後拍一集MBTI 就是關於性格分析的 然後最近韓國這個超流行的 然後我們兩個 他是什麼 ESTP我是ISTP I是內向 E是外向 他是外向的 我是內向的 所以他私底下話超多 阿不是話超多 是 話超多 然後有時候我就覺得太吵 我就說你可以安靜一點嗎 然後或者是 我就是會比較 不回 比如說他問我問題的時候 我可能就沉浸在自己世界裡 他就說 你可以回答我一下嗎 所以這些都是假象 他其實很吵的 可以回來一下嗎 好的 那今天六 就是六周年 Yeah 然後剛好一起拍個Q&A 那就今天就影片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之後有喜歡我們就是拍情侶影片的 就多留言我就會逼他來拍 好不好那就今天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那就下次見囉 掰掰 好現在有點空 哈囉掰掰